传承延续回馈父母亲的期望 而接下来这个是女儿 她从小生长在百年米粉行 因为是长女 所以她从三岁就得开始帮忙做米粉 她真的好不想继续做米粉 但后来因为父母亲的要求 她仍然任命地接班 但也因为她不服输的性格 所以将眼看着要没落的行业 重新振作起来 米粉的原料 是先把在来米开月米粉投入机器里 靠先生红薄心帮忙 爬上两层楼的高台才能投料 这时锅缝叫在机器下方 等于搅拌过后的果 从机器里切割成长条状的米粉 爬上爬下的工作 也不止先生一个人辛苦 等到米粉差不多快出完 管80岁险不住的爸爸 接手他的工作 还来不及捕捉 郭凤娇已经轻盈一跃 站上机器 这个比较危险啊 这个要清这个比较危险 为了要把机器里剩余的原料清理干净 郭凤娇甚至要单脚 站在机器上抬购湿力 这工作危险性高 她不敢交给员工 算起来她这个百年米粉厂的第四代 做米粉也50年了 郭凤娇是从三岁算起 以前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会坐在地上 然后妈妈都会给我一个盘子 其实我家盘子很多 不是只有一个 然后我们就这样 这样撕开 用手坐在地上 然后慢慢撕 小时候帮忙是好奇好玩 哪只手上的米粉像无形的线 与它一缠绕就是50年 米粉成型后 要送进500度高温的蒸箱 靠蒸汽蒸熟 等到出炉 一边吹电扇散热 一边就是郭凤娇最讨厌的工作了 很烫耶 不行 会硬掉 争取时间在米粉吹凉变硬前 得先展开 柔松再分割 郭凤娇不断甩着手上的热气 实在很怕大热天做着工作 从小 郭凤娇还是比较期待下雨天 对啊 妈妈说 现在下雨天 那你要找同学去玩可以去玩了 那下雨天谁要跟你出去啊 也不能不帮忙 遇到冬雨春雨接连的日子 烤日晒风吹的米粉最多停工过一个月 家里的经济来源还得靠妈妈养猪卖猪 下雨天没工作的时候 她就会跑骑着三轮车 然后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割草 回来给猪吃 其实那个真的看得很心酸 所以就会自己会想说 我是长女我要多帮忙 照顾弟妹打扫煮饭 郭凤娇都得做 最期盼把猪养大能卖钱的日子 不过到了那天 她也要跟着累 来买猪的时候 大概清晨三四点就会叫我起床 因为我要负责这次租几公斤 那次租几公斤 然后帮他们结 就是结账就对了 那时候其实老实讲 是很不愿意起床 爸妈不是字 记账都靠他 本来五星读书的弟弟 打算不再升学来帮忙 我二弟就一个暑假 他就下来帮忙做 结果做不到一个月 就落跑 他跟我爸说 把你钱拿来我要去补习 我一定要考上高中 我要读高中 我不做了 这个太辛苦了 几位弟妹看怕了 都想继续念书 高中毕业那年 妈妈生了一场大病 开刀卧床一个月 爸爸忙生意 郭凤娇要帮爸爸 也要照顾妈妈 决定放弃升学 高中毕业就留在家中帮忙 但心里难免 还是有想离家的念头 他计划着早点嫁人 我要跟我先生结婚 我妈就说 你要去补我女儿可以 可是要住在家里 要帮忙我 因为我女儿是 我的大股 大股手骨 他台语就是这样讲 大股手骨 你不能带走 就是不然你也来帮忙 郭凤娇离家不成 倒是多了个贴心 小顺的先生一起来帮忙 那时也真的认了命 爸妈的事业不能没有他 米粉市场也正在好光景 为了赶出货 工厂不眠不休 一天分三班纸 在最鼎盛的时期的时候 人家是拿着布袋 背着一个布袋的钱 来排队的 来排队的 那时候然后我家的 我家那时候广场 本来是晒米粉 那广场 那个卡车是 一车一车在排队 晒场上 吃热的阳光把米粉晒得干燥 60年代 米粉生意也正日正当中 新竹多了100多家米粉行 但十几年好生意后 米粉市场产量过剩 小假竞争开始走下坡 郭凤娇意识到 家里的生意变差了 国民党党部 就是他们就想说 来办一次米粉节试看看 那因为找很多业者 没有人愿意参加 那他就 他有来我这边 他就是说来我们老家 他就看一看 他说你这一块广场很大 那我们跟你一起合办好不好 那我想说也好 我借着这个机会 我可以看可不可以把这个产业 再把它带上来 爸爸第一个反对女儿办活动 保守的村庄里 没有过大张旗鼓 他就说 村子来大家都这样很避暑的 你很爱出风头 这样后面会给他们讲话 那我就跟他讲 我就回他 我说你看现在米粉 一只衰退 一只没落 一只都没生意 你看我们有时候 就可以修 就要修整个月 有时候是修整个月 我说你都躲在家 这样是要怎么办 你做这个地名 我们可以做这个活动 去办个活动 办一个活动 来打一个地名 还好后来活动成功 炒热人气和买气 也带动周边同业参与 第二年活动继续办下去 每回办活动 热闹的免费试吃 总能聚集人气 爸爸看到女儿做出成绩 决定退休交棒 不只吃新竹市 全台湾省没有 没有米粉业没有女生的 米粉业的老板没有女生的 那因为我的弟弟 他们都不接啊 那我只好上场话 虽然跟在爸妈身边 打理生意多年 已经很熟悉 但真的要一个人当家做主 心里还是很紧张 压力在尖头 郭凤娇选择拼表现 因为我是女儿 我会想要做出成绩给大家看 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 为什么是女儿来接班 不是儿子来接班 所以那时候你会想要拼 那时候老实讲 我那时候一接手之后 我是做全新竹市最多的 我那时候做很多 比同业他们还要多 听到产量最大代工也最多 可惜米粉市场中就不如往日 想要恢复盛况并不容易 十年前 郭凤娇先为冰临饱和的旧家腹地 找了靠海的新晒场 他不怕离开同业群聚的米粉寮 只担心做不出好米粉 在米粉寮那一代大家都已经没什么空间可以晒米粉了 他们现在甚至可以晒的话 就是空间很小都是在屋顶上 那屋顶上晒没有多少 就现在他们几乎都是用烘干式的 那烘干式的米粉的话 就是它可能烘起来会 米粉会比较脆一点 那比较没有像晒的话 因为晒的话 它没办法把水分全部都晒干 然后它会保留一些水分 那它的Q弹就会米粉更有Q弹 做米粉的技术 是郭凤娇的祖先百年前飘洋过海带到新竹的 结合当地气候七分风三分日晒 才是最自然的老口感 因为它吃起来没有像我小时候 那个用晒的吃的口感好 所以我们现在才会一直就在追求 这个用晒的日晒的 口味要老得好 但想找回流失的客源 就得要创新 后来我女儿要结婚 就是在四年前她要结婚的时候 我就自己弄一组订婚礼盒 那里面有米粉有大饼 这样又有糖果 礼盒虽然带动了些买气 但还有个市场现象要努力 因为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会炒米粉 他们嫌说炒米粉比较麻烦 要准备很多料理 所以我就用简单的 你只要有油 然后一点点酱油 然后一锅的泡菜 这样就好了 就下去拌一拌就可以吃了 为了年轻市场 郭凤娇研发了用热水快速冲泡的米粉 再拌炒点泡菜 就是一道简单又有味的泡菜米粉 既然能有牛肉面 煮一碗牛肉汤 就是牛肉米粉 郭凤娇还有把米粉加入了 番茄 芋头等新口味 然而几次上游原料出事闹出食安问题 米粉业几乎都受累 为了团结市场号召同业 他组织米粉工会 刚开始主工会真的是 好像给人家看衰一样 因为他们认为说 因为在米粉业里面老实讲 大男人主义很重 米粉业里面真的大男人主义很重 包括我爸爸自己也是 所以我很了解 我要组一个工会 真的困难重重 包括家家户户拜访 说服同业互助 拒绝不当添加 一起办活动行销 打响新竹米粉口号 本走出成绩 南国凤娇心里还是有点小遗憾 爸爸其实有看到 有时候他会很骄傲跟别人讲说 我这个女儿要是儿子盖多好 所以他心里还是会有一点遗憾 说他没有儿子 就是没有儿子来借这个事业 不过这依然无损过凤娇 从小对父母的承诺 在我小时候 妈妈常常讲 我是吃日本奶粉长大 然后小时候别人叫孩子没饭吃 我是吃苹果长大的 那时候那个年代真的吃苹果 是一个不简单的事 所以爸爸因为很疼我 所以就是从小就是觉得说 爸爸妈妈这么疼我 我应该也要多付出一些 所以即使儿女都各有工作了 家中第六代的小传人 孙子孙女也出生 国凤娇这百年米粉第四代的女掌门 依然继续拼着继续付出 这是她一直以来的使命感 只要有心愿意努力 任何的调整转型都可以看到效果 然后最后我们继续带您看的是 一个面包主厨艰苦的养成之路 12岁那一年 那个过年 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 就是一块蛋糕 一块面包 然后再加上几块豆干 几块海苔 这样过了那个年 所以那时候 当我第一次吃到 面包跟蛋糕的那个感觉 我就发现说 这 这 感谢观看